这期影片会是2025年最新的剪映专业版的入门教学 剪映它是一款非常适合于新手使用的强大的剪辑软体 不需要有复杂的学习过程 利用它里面提供的预设模板 就能够帮助你快速的剪辑出高智能的影片 但很多人打开了剪映之后看到了非常多的按钮 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始 没关系这期影片就是为了帮助你 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 你就能够去学会使用剪映去开始剪辑影片了 我会一步带你从剪辑、转场、特效、字幕、载道输出 帮助你快速上手 哈喽我是Grayson 这频道教训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需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影片变定新手 你可以透过影片上方链接去免费领取高校影片剪辑攻略 在里面会分享很多使用的技巧来帮助你提升影片剪辑效率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下载剪映 你可以去搜索剪映 然后找到它的官方网站上面 进入到它的网站里面 你选择专业版 也就是电脑版 这边选下载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就打开了剪映了 这是它的一个初始的界面 你可以选这个开始创作 那现在我就进入到了剪映的剪辑界面里面了 我希望大家做的第一个事情是来到右边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草稿参数 这个就是你现在创建的项目文档它的属性 比如说它的名称 保存的位置 它的比例分辨率 草稿帧率等等 这个呢都是默认的设置 你可以选这边去修改 这边呢你可以修改草稿名称 保存的位置 最需要大家特别重视的就是这个草稿帧率 那它默认的是呢 30帧每秒 如果说你是用手机拍摄了 你可以去找到手机里面的设定 从而呢你可以找到录制影片时候的参考帧率 如果说你是使用相机去拍摄的 也可以在相机的设置里面去找到相对的帧率 那选择匹配帧率呢 是能够让你画面变得更加顺畅的 还有就是当你发现你使用剪映去剪辑影片的时候 会出现卡顿的情况 那么你就可以选这个性能 然后呢开启代理模式 这样的话呢是能够去提升你剪辑流畅度的 但是呢是不会影响到最终导出的视频质量的 那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剪映的这个剪辑界面 在左边你是能够去导入你的素材的 包括影片素材、音频素材、图片素材 都是能够支持的 并且呢剪映的主要的功能 你都是能够在这边去选择并且是使用的 然后中间这个呢 它是一个播放器 也就是你能够去预览你的画面 右边这边呢是草稿参数 但是会随着你选择的功能或者选择素材 它会有不一样的体现 底下这一大块呢就是你影片的剪辑区了 你主要的影片剪辑动作都会发在这边 并且这上面也会出现一些剪辑的功能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去导入我们的素材 你可以直接选这边去导入 那现在你会看到呢 我就导入了一个影片素材了 还有另一个方式呢 就是你可以直接拖拽到这边 也是可以的 再一种方式呢就是你可以直接拖拽到这个剪辑区里面 那也是呢能够去添加素材的 那现在呢我就加入了这些素材了 那如果说你的素材比较多 并且呢有包含影片图片或者是音频 那你可以做出一些分类 那这边呢你是呢去创建文件夹的 你可以右击 然后这边呢选择新增文件夹 那如果说要为这文件夹去改名字的话 你右击 这边呢选择重命名 这边你就可以更改名字 那这边呢我就创建好了四个新的文件夹了 然后呢可以把素材就加入到文件夹里面 可以直接拖拽 然后打开一个文件夹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素材了 那如果说想要把素材去交入到这个剪辑区里面 你可以选择这个加号 这样呢我就交入到剪辑区里面了 又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拖拽 也是一个很快速的方法去交入你的影片素材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我可以预览画面 那如果说你要去调整这个画面的长範比 你可以选择这个比例 那YouTube影片呢它是横屏的就是16比9 如果说你想要去做短视频 那就竖屏的就是9比16 你就可以看到呢 它就会快速的变成这个竖屏模式了 那现在呢就更改成原来的16比较 那现在呢我就可以开始初剪了 初剪呢就是为了去剪除掉 我在录制时候不需要的部分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把这个 时间线里面的素材呢 更扩大一些 让你看到更多细节 你可以来到这右边 这边有个桶你可以拖拽 往右拖拽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这个时间轴的细节了 又或者是呢你可以使用快捷键 啃面或者啃臭 减号 它就缩小 啃面或者啃臭 加号 它呢就扩大 那想要在剪影里面去进行剪辑呢 主要会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就是 你可以把你的滑鼠 去放到这个素材的前端 你的滑鼠呢会变成这样的标志 然后呢你可以拖拽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呢 刚才前面一段部分呢 就被我去除掉了 结尾的时候呢也是一样 滑鼠移动到尾端 当它变成这样的标志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拖拽 然后结尾刚才那个部分呢 就被去除掉了 那如果说我想要在中间去去除掉一些部分 我可以移动这个时间轴 比如在这边我是没有讲话的 那我呢是能够在这边去创建一个切割点的 你可以在这边去找到分割选项 那像你可以看到呢 这边就有一个切分点了 在这边呢也是一样选择分割 那它的快捷键呢是Ctrl或是Cmd加B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 这边也创建一个切割点了 然后呢我可以选择它 按住键盘上面Delete 那刚才那个部分呢就被去除掉了 那这边呢我也是没有说话的 所以呢可以按住Cmd或是Ctrl加B 这边创建一个切割点 然后呢移动时间轴 这边呢我可以使用简易的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呢向左裁键 因为呢从这个时间轴往左的这一段部分 我是没有说话的 是我需要删除掉的 我可以使用它向左裁键 那快捷键呢它是Q 那就可以看到呢刚才那个部分也被我去除掉了 还有这里也是一样 那我在这边呢去创建一个切割点 然后把时间轴去移动到这边 这边它有一个向右裁键 它的快键是W 也就是呢从时间轴往右这一段呢 我全部裁键掉 那就可以看到刚才那个部分呢 也被我裁键掉了 所以呢这个是更快速的能够帮助你做出剪辑的方法 那我就可以按照这两种模式 去快速剪除掉 我在影片里面不需要的部分了 现在呢我就完成了初剪了 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加入BO蔬材了 那BO蔬材呢就是叠加在我这主影片内容上面的画面了 那通常BO蔬材呢是能够增加影片画面的丰富性的 可以用具体画面来解释或者描述你当前所说的内容 可以让观众更容易理解 并且呢增加更多情景感 那想要去获得BO影片蔬材 你可以选择自己去拍摄 但是它花费的时间会比较多 而且很多时候呢 你是没有办法去获得你想要的BO影片蔬材的 比如说你想要在影片里面去加入一个 一只公路站在冬天的树林里的画面 这是很难拍摄到的 所以会更建议大家去使用专门的影片蔬材的网站 不仅库存多 影片的种类也非常丰富 而且这些素材都是可以无版权上用的 能够保健的YouTube影片都是能够去获得广告收入的 我自己自在使用的一个素材平台 它是Motion Array Motion Array也正好是这期影片的赞助商 这网站上面有非常多素材 并且这些素材都是高质量的 你可以输入关键词来寻找 比如说我想要找到城市夜景的画面 我就可以输入关键词 就会发现大量相关的影片素材 并且Motion Array有个很棒的功能就是 当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影片素材之后 它会在下方推荐给你更多类似的影片素材 提供给你更多灵感 Motion Array不仅提供了影片的素材 它提供了其他方面的创意素材 Motion Array还提供了影片剪辑模板 预设 动画效果 颜色预设 音乐 音效 图片 图案 插件 以及AI文字配音功能 Motion Array可以说是创造者一站式的创意平台了 只需要订阅相应的计划 你就可以无限使用你们的资源 并且保证这些资源都是可以无版权商用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说你想去提升你影片的质量 让观众有一个更好的观看体验 你可以去订阅Motion Array来获得不同的创意素材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订阅Motion Array 并且获得50美金的优惠 再次感谢Motion Array赞助本期影片 那这边我准备了一个笔肉素材 那它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如果说我不想使用这整段的影片 我可以把滑鼠移动到这个素材上面 就可以看到变成一个这样的标志 我可以拖动它 在右边播放器上面就是正在预览这个素材了 你可以看到它在预览 比如说我要去截取这个位置 然后截我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就代表我只要截取这一段的素材 然后直接拖拽 现在就是我截取了刚才这段素材 并且加入到我剪辑区里面了 那就可以看到它就叠加在我主画面上面了 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简易里面的轨道设置 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两个轨道 并且有这样的标志的就代表这是影片的轨道 那你可以选择把它隐藏轨道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轨道上面的内容就不显示了 就看到底下这一层轨道它显示的内容了 那对于这个画面我是能够去调整属性的 当我选择这个素材之后 你可以看到右边会有很多属性的调整 比如说调节它的大小 编小一些 我也可以直接在这上面去调整大小 然后移动它的位置 这边也是能够让你去旋转的 你可以直接拖动 这样就可以快速旋转了 那底下还有一些更多的功能 有一些是需要你付费才能够使用的 那也可以选择去加入一个动画 这边可以选择动画选项 比如说选了便利贴 你就可以看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那我也可以去加入图片 这边直接拖拖 然后可以调整它大小 挪动它的位置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控制素材出现的时间 你就可以挪动这素材 比如说我要让它出现到整个影片里面 那就代表这张图片会贯穿我整个影片 它都是会出现的 而右边也是能够调节这图片的属性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加入文字 你可以来到这左上角选择文本 这边剪映最基础的就是这个默认文本 它就是这样子的 非常简单一个文字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使用它里面的预设文字 那它这边呢会有花字库 这边呢就是有非常多的选择了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艺术文字 那左边呢会有不同的分类 比如说中艺感的文字 那这些文字呢就是偏向于中艺感的 还有国风类的 那它呢还要文字模板 那这文字模板呢就是有更加多的设计感的 然后左边呢也会有不同的分类 比如说这边都是呢美式类的文字 那现在呢比如说我想加入一个文字 我选这个加号 那就可以看到它就加入到我画面上面了 然后呢我是可以修改的 在右上角可以修改 更改文本之后呢也可以调节它大小 移动它的位置 那底下呢是可以调节文字的属性的 比如说调节它的字体 这边有不同的字体你可以选择 底下呢有文字的颜色你可以调整 然后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个预设的文字样式 那这边呢也是可以给文字加入动画的 比如说选这个金粉飘落的动画 那就可以看到呢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那在这边呢也是能去调节文字出现的时间的 把它拉长 这对位置我的文字会从这边开始出现 然后在这边呢就会消失 在简易里面呢你也是能够去加入不同的创意贴纸的 这边呢也会帮助你分类 比如说最近是春节 比如说可以加入这个神殿如意 那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动态贴纸了 那它呢是不能够让你去编辑里面的文案的 只能够呢去调整它的大小 还要呢去调节它的位置 但是呢你是能够去加入一些 入场动画出场动画或者是循环动画的 比如说我给你加入一个向右滑动动画 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向右滑动这个效果了 在简易里面呢你也是能够去交一些特效的 那左边呢也是能够去找到不同的分类的 比如说可以选这个烟花光云的特效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画面上面就有这个特效了 然后呢这特效也是一个图层 你呢是能够去拖动它去调节它出现的时间了 结果可以看到我所有画面上面呢都会有这样的特效了 接下来呢就是转场 那转场呢就是两个画面里面它的一个固度的形式 那简易里面呢也是会提供很多预设的转场的 左边呢也是能够找到不同的分类的 那比如说呢我可以选这个翻页转场 然后呢把它拖动到这两个画面之间 就可以看到这两个画面之间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展示 就代表你加入了这两个画面之间的转场 我呢可以来播放一下 就可以看到它就一个翻页的转场了 但是呢它速度是比较快的 如果说要调节这转场它出现的时间 你可以把你滑鼠移动到这边 我可以把它拉大 就代表这个转场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 那再来看一下 现在就可以看到这转场它就会比较慢了 或者说呢你在右边也是能够去调节这个转场时长的 接下来呢就字幕 简易呢是能够帮助你快速去生成影片的字幕的 但是呢这是一个付费的功能 你也可以选择呢去翻译你这字幕的语言 现在呢它是能够去翻译成四种语言的 中文英语日语韩语 你也可以使用它的智能画重点或者是智能据学习 然后呢就可以开始识别了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 简易就非常快的帮助我去生成了影片的字幕了 然后每个字幕呢都是能够去修改它里面的文本了 并且呢你能够去修改影片里面字幕的样式 你可以调节它的字体 它的字号 然后颜色 或者是呢直接使用这个预设样式 你可以看到就能够快速去更改了 并且呢每个字幕都是能够快速去更改成这个字幕样式的 接下来呢就是智能包装的功能 那这是简易的一个全新的功能 那它呢是能够帮助你去用AI一键式的自动剪辑 然后呢自动匹配字幕画字音效还有特效的 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 也是能够去使用这个功能的 但是呢这是SVIP的功能 这里面呢也包括智能笔肉功能 那是能够去帮助你去添加画中画的素材的 从而呢去丰富你的影片内容 在简易里面呢你也是能够去加入滤镜的 这滤镜呢就是能够去快速改变你的画面 比如说我选了这个自然清晰的滤镜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就立马不一样了 那在右边呢是能够去改变这个滤镜的强度了 这样呢是能够快速的去帮助你去提升你的画质的 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拖出来这图层 去把它覆盖到你的内容里面 在你的画面呢就都会有这个滤镜了 那如果说你想自己调整 不想使用简易里面的滤镜 那你可以使用这个调节功能 那这边呢添加一个自定义调节图层 那这边呢我就创建一个图层了 我可以在这上面呢去进行调节 那如果说你是简易的付费用户呢 你是可以使用它的智能调色功能的 它还有色彩克隆 色彩校正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边去选择调节 这边呢你可以调节色温 往左呢就偏冷 往右呢就偏暖 也可以调节它色调 调节它饱和度 调节亮度 对比度 它的高光 阴影 增加一些观感 底下呢还有更多属性 比如说内化 清晰 这些呢是基础调色功能 那后面呢还有更多高级的调色功能 你可以选择 那你可以看到呢 就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效果 那你可以把这图层呢 去覆盖到你整个画面里面 这样每个画面呢 都是有相同的色调了 再来呢就是模板功能 那在简易里面呢 会提供一些短视频里面的模板 你可以使用它来快速进行剪辑 在左边呢也是会有不同的分类的 比如说你想剪辑旅行类的短视频 那这边呢就会有提供模板 你可以用它的模板来快速剪辑 还有呢就是数字人的功能 那这边呢你可以选择 简易里面提供的数字人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个 高端销售 你好很高兴遇见你 那现在呢我就加入一个数字人了 然后呢我可以选择下一步 这边呢我可以输入文字 去让这个数字人去朗读 然后在底下呢你可以更改它声音 祝大家神年大吉 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然后底下呢就可以选生成了 那这边呢就渲染出了刚才我做好的数字人了 祝大家神年大吉 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总的来说呢还是比较真实的 那如果说你想去加入音乐音效 那简易里面呢是会提供音频的 但是如果说你想去制作YouTube影片 我是非常不建议大家去使用简易里面的这些音乐的 因为非常大的可能性 你会收到版权的警告 所以会建议大家去使用专门的 无版权可商用的音乐平台 比如说我在使用的就是Alist 它里面提供了三万多首的无版权的音乐 你是能够从中去选择的 并且这些音乐呢都是可以商用的 能够保证的影片是能够获利的 我会把Alist链接去放到影片下方 并且你可以获得额外两个月使用期 那现在呢我就加入一段音乐了 那如果说你要去调节你本身影片它的音量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这段影片 然后呢选择音频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调节音量 同样的如果说你想去调节音乐的音量 在这边呢你可以调节它的音量 还有一个更快速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音频轨到这中间 有一条白线 然后呢你滑鼠移到这中间 当它变成这样的标志的时候呢 你可以拖动它 往下呢就是把音乐的音量呢调小 往上呢就是可以把音乐的音量调大 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去做出淡路淡出的效果 就是音乐能够去缓缓进入 去变成正常的音量 然后呢音乐慢慢的消失 在这边呢你可以调节时长 你这种东西很好的去控制你音乐的音量了 那在你剪辑完影片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择右上角导出了 这边呢你可以调节它的标题 然后呢导出的位置 你可以选择视频导出 这边呢选择分辨率 码率编码格式 还有帧率 你可以单独导出音频 或者是你可以导出GIF文档 如果说你想去单独导出字幕 这边也可以让你去单独导出字幕的SRT文档 所有的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选择导出了 先认识了简映这款简映软体 并且知道了它的基本操作使用 我想学习更多关于简映的简映技巧和操作 我有门专门的市场课程 简映电脑版大师版 不只会告诉你很多简映的基础 中阶还有高阶的简映技巧 会赠送给你非常多的预设模板和效果 会把课程链接放到影片下方 如果你更喜欢使用手机来简映影片 我推荐你使用简映的手机版来简映影片 你可以看这些要呈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想让这部影片订阅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追踪我IG能够和能够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